到底是要参选台北市还是新北市长 这几天成为最热门的政治话题 而今天原本传出 民进党党主席蔡英文 今天要跟苏贞昌会面 针对五都大选交换意见 但是双方都保密到家 跟媒体大玩捉迷藏 不过根据中央社的最新报道 苏贞昌极有可能在明天宣布参选 早上八点不到 天还下着雨 不过苏贞昌楼下已经有媒体等候 因为传出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要和苏贞昌会面 讨论五都选举事宜 不过双方都不愿透露见面时间与地点 让这场会面变得十分神秘 媒体只好苦手等待 终于在十点左右 苏贞昌的坐车开出车库 车窗没有摇下 也无法得知苏贞昌是否在车上 采访车只能跟着跑 但绕了一大圈 怎么又回到出发点 车子竟然又开回车库 半小时后苏贞昌的坐车 又再度和记者大玩捉迷藏 而正小二号中午 负责民进党五都提名的九人小组首度开会 媒体转向与会的民进党秘书长苏家全 和苏贞昌子弟兵吴秉锐求证这场会面 不过两人还是保密到家 院长要表达的是他个人的想法跟意愿 那并不是说这样子就指党中央就非得接受他的意愿不可 党中央还是要循着他正常的提名征召程序来进行 这场关系到民进党是否会推出苏贞昌参选台北市或新北市长的神秘会谈 最后还是没被确认 不过民进党九人小组开会后决定 年里五都选举将以慎选为考量 并在尊重当事人参选意愿下 以和谐的方式推出最好的人选 记者张智雄 陈宝罗 台北报道